今天9月27星期二 昨天的市場最多跌410點 但今天市場曾經反彈了300多點 就是來來去去都是上落市的 當你看到昨天的大市跌穿10邊20邊線的時間 其實意識到大市已經是有少少洩底的形態 那個底當然是今月今個月十字號的低位23,155點 好了 到昨晚美股跌了 但今天開出來的市場不是跌的 是輾轉地向上走的 其實最高是23,640多的 那就是說又回到10邊和20邊線路上 那到底市場是上市頂還是上市底呢 其實來說 如果你在移動線的走勢 指數一天站在10邊線路上是叫市頂 走到10邊線路下 不用說一定是市底的了 但是今天升破 明天跌破 後天又再升破 那這樣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市反復不明 因為由6月24的低位19,662點的上升 去到9月9日的高位24,364 恆生指數已經是升了4,702點 連續升了12個星期 那之後進入一個消化和整固的階段是很正常的 那也都說了 如果恆子要回調 升幅三分之一的話 以升了4,702點計數呢 是有機會拿下去 22,796點的 但實施直到現在的分鐘 由24,364點的調整 最低的那點呢 都是去到大概是14日的 這個是23,155點 已經不肯再下了 那就是說整個大市呢 有一點點肉跌就還憂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市是需要整固的 那這個整固的時間可能要去到什麼時候呢 以現在整個市況來說呢 輾轉反復呢 可能要去到10月中 或者是10月初旬的時間 然後才能夠完成了 整個技術上的消化和整固的 我自己覺得大市呢 大跌的機會就比較微 不過要現在這一分鐘 馬上出現一個新的升浪呢 似乎來說也都未是時候 就是說大市暫時來說呢 都未能夠呢 是太快發展一個新的中期升浪的 那況且美國總統大選 始終來說呢 都有一些不明的因素的嘛 到底哪一個是 最終來說是坐上總統寶藏 大家都不知道的 但是的確確事件呢 是有一隻黑天鵝堵住在那裡 那萬一 我只是說萬一 真的有黑天鵝事件爆發 市不是說一定會是很差 也不是代表世界末日 但是最低限度又是會不明了 那既然是這樣的 資金渡市態度一定是卻步的嘛 在保守的心態主導之下呢 我不覺得大家會太勇的 相反來說呢 如果你說一些拿平貨 或者拿貨少的 就當然沒有相關了 但是如果拿重貨的 或者近期才買的 那老實說 好考你的持貨能力和能耐 我講了很多次的了 如果在高台買了貨 或者早不買持貨 偏偏在最貴的時候才買了的話呢 第一 你是上車上次了 即是打派打蝕了 簡單的說 那之後呢 還要買得重啊 因為早前那一段沒有追到嘛 希望那一段再追回嘛 但是你這個希望而已 是自己扣日而已 那大市已經是升到有少少累了 所以要整股嘛 所以一買它是就反覆了 很多時候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要買的當然早買啦 好了 現在不買都買了 那如果真的不對版 自己拿貨有壓力的話呢 要減遲的就盡早減遲 千萬不要早不沽前不沽 摸著最低最低位才來沽 等同呢 早不買前不買 偏偏是去到最貴的那一刻才來買 永遠呢 就是限次人家幾步 這樣不發展不是輸價 對吧 總之拿貨是 不是太多的 自己拿得安全的 拿得放心的 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如果你說 看到價錢一路跌啊 都是個心都不舒服的 那你除了減遲和止蝕之外 還有什麼辦法呢 你問一百個人 都是一個答案而已 不會問完人之後呢 本來高價拿貨變成低價拿的嘛 是沒有可能的嘛 是嗎 有時候呢 都要理性點去看看 自己的持倉的能力和能耐 其實日中呢 有很多Q&A呢 我就回答過 類似這樣的問題 實在太多了 好啦 今天講到這裡 明天收視之後 再和你聊